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香港年轻人口的大幅下跌增长不了 对香港的未来经济很大压力 昨天通计者公布了 现在不是有749点几万 我们来计算是750万 和2019年的人口数字真的差不多 很明显就是因为引入了一个人财政策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每天还有150个 可能这个150个是告诉你 但是暗地里你真的进入多少个你不知道的 就是150个你就是整个数字了 一年有多少个 就算你全部进入了150个 一个月就是四千多个 一年都是几万而已 是不是怎么会暴增得这么紧要呢 那一定就每天进来的 静鸡鸡鸡的那些就不止这个数字了 就是现在基本上完全那个人口政策 就是出入境那个是完全被内地那些重要人员 强力单位都操纵了 那现在你的数字怎么能看到呢 就是说 有几样东西的 就是说 就是一路香港人所谓的担忧呢 你迟早会进行一个所谓的人口洗底 就是把大陆人换香港人 就是你香港人不听话嘛 那你要走的 你永远都不服于我 那就放条生路你走咯 你就去其他地方咯 那我要我的人这样来 就是叫沟淡 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应该严格的来说 沟淡一些 有独立思考 同意普世价值 外民主自由 就是那些什么香港人 就是基本上那些黄丝那些要走就走 但是其实老实说 过去这三年 要走的那些是不是只是黄丝呢? 如果只是黄丝呢 就英国政府 不会打开口牌 说2025年要闪门 那个BNO那个计划 就是英国政府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很多人就利用这个BNO 那个所谓的登陆艇计划呢 就走过去 那些人呢 不少是低层的公务员 蓝丝那些人 英国是看到的 很快就知道了 所以说 喂 你这样说我们2025年 包括走了那个人 包括谁呢? 就是在西湾河 记不记得一枪打到那个年轻人那裡 那个关家榮 那个警察 那个都走了 走了一个英国的 好像走了到曼徹斯特那边 就是听人们讲一下 有英国那边的人怎么回来 那你可以看到 连蓝丝都走 网上也有不少蓝丝 他在炫耀自己 我过去美国了 但是他 你看他的版面呢 他是完全一个非常蓝丝的 又说爱国 很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走呢? 美国不是在那里来说是很危险的吗? 你觉得他还炫耀什么呢? 我来感觉是完全莫名其妙的 所以我会觉得在海外那些 香港人其实真的可以去国土安全局那里做个避案 你真是留意一下这班人 真是免得一粒老鼠屎 又搞得好像英国的那个 那个大鸭牆那样 就是那个 那个桃鸭牆那样 又垃圾那边白牆 打二十四个字出来 就是丢人耳眼 是不是? 免得又弄这些东西出来 就是 你可以看到的 现在是一以定三 就是 香港人一直说会不会被 就是 换血啊 清洗啊 现在你看人口数字 这件事情就比较明显了 因为你怎么去计算 我自己说出来 一天百五个 一个月几个?四千五百 一年多少? 五万多六万不到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计算? 如果五万多六万的 那你几年加上 三年都是十二万而已 而且这个数字是计年头的 就是2019年到现在的 一定进入那个数字 不止这个数字 因为他说 透过专材的话 来香港的有十几万 对不对? 再加上其他的人 进入了来 又填回这个2019 因为现在出了去的 非官方正式统计 是三十至四十万 你很容易 第二天 多少人就可以出去的 你叫统计处公布一个数字 多少人申请我的NPF 申请而已 你给不给他一件事? 申请拿 因为你永远离开 香港是有权拿回NPF的 对不对? 你说哪有几个申请 你不用几个批 几个申请 那你就知道大概几个人走到 对不对? 这些数字很简单地计出来 他敢不敢公布 我相信不敢 对不对? 一公布一除掉 一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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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二楚 哪有骂的? 他现在也都说人数增多 是因为疫情放宽了 那么海外的香港人也都回到香港 还有大陆那个 你说的那个每一天的单程证 加上都有几万人的 不过它流动龜民 它的人数也都增加多 有二十多万 創造十年深高 所有人都是过地回去的 那么有一个数字 我看到有人留意都挺奇怪的 就是BNO的签证 计划要开始到现在为止 英国政府收到17万 17万2千 他现在增加的人数也有17万4千 这个数字好像相当之接近 有些... 就是这个 怎样都要砌另一条数 就是他要清楚 其实他的目的 是背后讲一件事情出来给大家听 香港人口不受过去的所谓的疫情 甚至港版国安法所影响 他就向全世界讲这个故事 说好香港故事 其实他背后的台词就是这几个字 香港没有影响 香港一样保持活力 香港人口没有下跌 就是讲得白一点的就是掩耳道 你进来这帮人 和出去那帮人 他应该有统计过出去的那帮是什么人 进来这帮又是什么人 没有意思的? 进来那些完全是丐帮的 污衣派也有 政衣派也有 出去的那些全部 什么事物事 什么律师 工程师 建筑师 那些医师 走就走这些 进来就是那些丐帮弟子 那有没有不同? 那当然有不同 整个香港人的价值观 一定有不同 社哥 那说回下一单新闻 就是香港的乡衣派 就是这些围村人很注重祠堂 祖堂 鸦工地 那现在看到乡衣派为了配合 香港政府的新田科技神的发展 那现在的祖堂都要卖的 祖堂基本上是你这些外省人说的 我们广东人说的就是祠堂 广东有个俗语就说 什么都可以拆 不可以拆祠堂 因为拆祠堂就叫做绝子绝孙的 就是一个宗族 一个家族 去到一块地 你刚刚来的 先到为君后到为神 当然了 一块地这样开枝散叶散了 那些亲朋戚友 各自成家垃圾 还要有一个中心点就是祠堂 每年的清明 春秋二制 未必是清明前后就有个春社 就不是清明来的 和清明就非常接近 但是就不是清明的 秋社就是秋过后第五个某日 就是秋社 春秋就是两制 就叫做所谓的 哪间这个宗族 这个宗族 增加了几个藍丁 藍丁 藍丁才有 都是你不幸 藍丁 藍丁就介入香火 就是点灯 就叫添灯 添灯 所以广东话叫添灯 添灯 添人灯 其实也是添灯 那样去 口语演变出来 泰公人分猪肉 烧猪肉制完组 大家打一切 就是一个叫做管理一中一性的 一种很有效的那个传统 中国的传统 就是有家才有国的嘛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没有国乃有家 没有家就乃有国呢 我就是反过来想 你不要一个家庭 慢慢扩大了一个成员 慢慢形成一个社会团体 就是跟其他的中性的人 怎样合作啊 去开发啊 发展啊 这样才慢慢形成一个行政组织 甚至形成一个国家 好了 祠堂在这些围村人来说 是非常重视的 过去 非常非常重视 因为牵涉到集体的权益 往往过 当年呢 港英政府 比如说他有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 基本的建设 要征用一些农民的土地 有额于1898年 订立的中英拓展条约 这个地呢 是距离太公的 就应该是租借回来的 你必须要跟他谈 就国内就不同了 就是内地就好 很方便啊 你不搬啊 我给你一赔偿 你不要嘛 好 滑泥车一下冲过去 你在前面 我挡滑泥车照转 就是内地的精神就是 一往无前 想都不想的人 你睡了 照顾 完全是香港就不行的 香港就一定是 讲好规矩 就是价钱怎么去分 那乡议局呢 就说 喂 现在不是香港要發展 一个北部都匯区的 就说 不要紧 要我们这个地呢 可以用 池塘的阿公地 都可以拿出来用 阿公地 以前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在池塘 池塘门口 就有一些空地呢 就同样村民 有些种族很大的 就像是盛邓 新界的盛邓 一万几千人 懒得的嘛 平时上万 那还一起什么呢 食盆菜 那些地 平时没什么怎么用的 平时可能是有些 那些乡村的牙 我们叫牛士啡 旁边有些大型屋邨 开放这些什么 阿公地 给你泡车 那我们要做动 那时候 当天你就开车出去 你就可以洗入 那他们就可以收钱 有这些什么情况 好了 但是现在很有趣 真的时代不同了 今天我见了 刘叶强 和猴士强 在他后面 他说 政府说 如果要发展 我们可以去政府 拆些祠堂 祖堂 祠堂 雅公地 可以随时给政府精肉 但是 他露了一个马脚 露了什么马脚呢 他说 政府说 应该要减辣 怕这个大陆 因为国内现在的楼市爆煲 怕这种爆煲风气 会影响到香港的楼市发展 我建议现在是当时放松他的辣椒 一放松辣椒 即是说 印花税大减 就变成说那些人 炒家就有兴趣入市 乘机的楼市去托一托 那楼市一托的话 那跟政府谈的都卖些 乙堂地 雅公地的价钱不是好些 在政府的立场 当然是说 你的楼市再想得低一点 我才再跟你谈雅公地 就是作为一个地主 那些乡亲父老那些 那他就觉得 我买得 我的雅公地 当然是楼市越高的时候 我的收益越大 必然是这样的 这种东西一定有形成一个矛盾的 那他这件事情 刘雨强说出来 就相对来说 其实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政府托回这个市 然后我们不是不卖灯 我们卖我们的池塘 我们拆我们自己 自己折香 新界佬自己拆池塘 说来说他为什么呢 你要有缘 新界佬跟政府说你要有缘 港元或者美元都OK 你要有缘就可以了 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件事情 你给够钱去的 不要说是池塘 自己在睡的那间屋 睡的那张床 照找柴刀破烂去就行 这个就是现在的新界佬 当然这个是 继续很长期下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所谓一国两制 在土地上 的使用上一国两制 以我个人来说 我什么时候都讲的 现在已经回归了 新界人凭什么可以在香港 在土地上可以享受一国两制 你说不是 这些太公正是我们的 政府正要我们要补偿 当然我们应该要补偿给他 大湾区 大湾区 你嫌太热闹吗 西藏 新疆 蒙古 一望无际 你喜欢多少地 就多少地 你脑子跑得累 就在这里 踏口钉 这些地就是你的了 你和政府交过地税 这些地就是你的 对不对 大家是中国人嘛 蒙古啊 新疆啊 和西藏啊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你要补回地给你 不是去那里补吧 大湾区有很多地 就去大湾区那里补吧 为什么你在香港这个檀院之地去到呢 香港说到尾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啊 对不对啊 还有 当年英国政府订立了一个 凸展条约给你新界人 这个所谓的 丁屋地 丁屋的屋权 建基于你是一个农业社会 我在小时候还有所谓的元朗施苗百米 现在元朗还哪有人种菜种米啊 阿哥不要玩啊 是不是啊 这个农地 就是我什么时候都说 当你原先 政府答应过你的 而你改变了土地用途 你已经不是用来做农地的 你是用来做什么 货柜牆啊 廢车牆啊 那些 或者垃圾收集啊 就是做这两个厌污性工作 那你已经可以收到地了 是不是啊 我不明白啊 为什么这些钱要这样去 就是给一些香薪啊 我不敢说它土豪劣薪啊 因为当中有些朋友我也认识了 但是这个明显是 就是和政府争你的 和你作为政府 你没理由 它改变了土地用途 你是一筹莫子 现在看到它是一筹莫子 就是现在你这样的情况 你就停机灭咯 就是现在大家不要忘记一下 在这帮新加人的眼中 他们土地的发展呢 其实和林郑之前 她一直提出的名言大禹 就是大禹山田的计划 是一向是对着干的 当时他们这帮新加人已经说了 喂 香港不是没有地发展 我们北区很多地啊 但是政府的答复呢 就是现在说 喂 是很多地啊 但是你很多阿公地啊 那些很麻烦啊 又怎么怎么问啊 你说狮子开大口 又怎么怎么问啊 结果政府就一意执行 这个 一意沽行 要起名的大禹嘛 明知 那个田海的费用很厉害很厉害 也都未必收得回 更离谱呢 就是说 大概一两个月前 他出了一个初步的蓝图 他说我们将这个吸水面那一块呢 那个大禹山那一块 填了海去 其中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建公园 李老板呢 你填海建公园 你真是没想法嘛 就是傻了啊 特意填过海来捉捉捉这棵树 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是荒谬到绝伦的东西 这件事而已 你这棵树的成本是多贵啊 那你不如说建坟墙填过海 傻傻的这帮官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离谱 现在新界人走出这一步 你给够钱我 其实新界人今天说的就是 你给够钱我 我池塘拆给你 没问题 当然啦 在我们广多人的眼中说 池塘拆得这个是极不孝的行为 对不对 但是今时今日在城市之间的香港 已经没有了农村那种小农意识 就是那些家天下的心态 已经没有了 香港已经是大 这叫做后现代所谓的 城市人的植物都市人的空虚 已经没有了农家社会那些 就是鱼歌互搭啊 齿乐航那种的心态 没有了 既然是这样的 就是我个人觉得当然 你尽量不要填海啦 我是反对这个大鱼填海的 就是我完全不明白这个 所谓的经济后益在哪里 浪费那么多钱 而且是必然超值 而且我真的看不出 就是有些什么 经济价值好得这么厉害 在港珠澳大桥那时候 就说经济价值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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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呢 在高铁那时候又说 一日生活圈啊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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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呢 讲什么 就是你有什么 是可以证明到 喂 不是 起这个港珠澳大桥 就是它跟原先讲的 是完全不同了的 令你完全失望的 现在都没可能回到本 又起过高铁 就是六七百亿 最初三百亿 超之超六七百亿 好了 疫情三年你赖完啦 好了 疫情过了 高铁回到本了 不好玩了 根本没可能回到本 没可能回到本 你这么昂贵 你只是给利息也不够 高铁又获了 港珠澳大桥又获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用什么说服我 就是你起名日大鱼是OK的呢 就是你更相信我就觉得 就是你打个倒立 将自己脑里面的水倒出来先 这是老子的积水才会这样做的 这个北部发展区 它又说要搞 就是两个拳头障碍 香港政府真的钱太多了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目的 建筑工程 就是我不想用太负面的 那样讲去 就是什么 陰謀论 你又为了什么 派钱给这个 派钱给那个 我不讲这些 一无知无据就不讲 但是现在 你明显看到了 北部发展区 你无论如何计算成本 我不是说赞成北部发展区 但是问题就是 无论你的成本来说 怎么计算 你还给那些新界佬鸣鸣鸣鸣鸣鸣鸣 现在是北部发展区 就对了 那里就做中心 政府搬进去 那里就办公 然后在景田 你再搏一条铁铁也好 其他的支線 去搭建 支線交通也好 那就解决了 那怎么也不用那六七百亿 我们现在花了六七百亿 直到市区 那当时你说 我记得很大的愿景 有什么愿景? 虧到妈妈不认得 这些是谁的钱? 现在还在谈谈什么? 广东省那些大头书记 又说在这条慈圆埔 由广州经东莞到香港 慈圆埔 全中国只有一条慈圆埔 就是上海虹做机场 现在听闻要延长 由虹桥机场 经上海 再去普通机场 就是贯穿了一条线 在现在 我们都说 现在这种营养模式 只有二十多公里的情况 用磁缘房 你都在吃钱的 那你有什么说服到别人 你说你增长了 你就可以赚钱? 我们就不太明白 我们是笨的 我们是笨的 我不明白他怎么可以回到本 完全不明白 所以 现在 是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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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破坏了 那些笨的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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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笨 那些笨 就很漂亮了 只會派一個如果獨生之夜不必抽 抽生死丑都給他拼命 給官員拼命 是這麼重要的 祠堂 不只是我們廣東 各地都是這樣 就是祠堂對一個一家一性是很重要的 但是現在你看香港 正如我剛才所說 香港已經變了質量了 就是祠堂其實可有可無的 可有可無的 猴志強也說得很清楚 也說得很白 你給我錢 我的祠堂照樣拆 但是真真正的鄉下人 永遠不會講在於口的 不可以被人動到自己的祠堂 但是現在不是人家動你 是你欲練神功 引刀自攻 自己割自己 自己拆自己的祠堂 去餵的就是那幾個囚禮 很有趣的 你懂風水的 如果拆到祠堂之後 除了我們有些觀眾朋友說 就是絕子 絕孫 就是在觀眾朋友留言的 其實究竟它有什麼影響 在風水河上面 風水河上面如果沒有這個祠堂的話 就是它這一家姓這一家人呢 就第一 流於漂泊 就是貴人就一定跌得很厲害的 做任何事情有個靠山嘛 靠山講的是什麼呢? 就像祠堂這些就是你的靠山嘛 就是你今天你走去元朗 你走去元朗 大聲說你姓鄧的 都兇一些 一姓鄧的話 其他那些古惑者走進來 都不敢遠來啊 大家記不記得看過那條片啊? 有條古惑者去新界的圍村那裡呢? 他去收數 結果被整個圍頭飛 他可能那些不是爛仔 但是那些大家是 中親啊 中姓的那些 堂兄弟那些說 啊 有人來給我收數啊 兄弟放心 我們都夾著 夾著他 逼他你要錢嘛 就逼他在大家面前拍完片 吃些金銀衣紙 大家記不記得啊? 你要錢嘛 給你啊 吃了他給我 還敢不敢來收 辭檔就有這個好處了 如果你是自己拆了辭檔被人拆了辭檔 是影響到你自己那個家族的藍丁 從此呢 就人丁不枉 這個第一個 尤其是生出來的 以後跟著添出來的那些 以女丁為多 男丁為少的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你在池塘一動的話 就多女 女多男少的 女多男少一定會慢慢久而久之 你那個人丁丹薄 這些就叫人丁丹薄了 人丁丹薄會怎樣呢? 就被人欺負了 就是你的池塘 數了那個男丁 一百年前 你加這壺 有一萬個男丁 一百年之後 只剩下幾十有了 我們人丁丹 雖然都不是旺 但起碼我們有二三千 那你猜結果會怎樣呢? 誒 蟹鬥了 是不是? 建什麼池塘啊? 這個自古以來 是我們的地方 不是你禁止的地方 是我們四海那個地方 不是 我們藍丁 大家拿個床頭 扮他 扮到你聽為止 扮到你來 麻煩你拆掉他的池塘 現在這個以外 是屬於社會的那些人的 這些是戰局時代來的 池塘那些東西 但你不是啊 你自己拆自己的池塘 這樣就好 拆了自己的池塘 喂 大哥 這些不是你姓什麼的固有地方了 那就是人都可以進來的 是人都可以的了 對嗎? 你就不要吵吵吵吵吵 如果你說 不是啊 這個是我們姓殺 沈家的 喂 不是啊 你沒有這個宗旨的話 我們知道人多些 又惡些 又好打些 那你說 你是沈家還是海家 是不是? 就是要咒你啦 是不是啊? 就是變成一個很容易和弱弱强食的社會 就是非常容易 而且在風水上面呢 你自己拆了一個池塘 人緒不安的 很容易留於那個家族的人很容易是 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很容易離鄉背井的 那中國人有句說話是什麼呢? 人離鄉跪 人離鄉賤 物離鄉跪嘛 離開了你自己本身的土生土壤的地方 你就賤不賤 就是沒有人照著 就是好像我曾經說 你吹雞沒有人回應的 那誰都會欺負你啦 是不是? 就是有這些情況的 所以為什麼古代的人這麼重要的 這麼重視這個祠堂的宗法 就是這個由周天子一路下來的 那個宗法制度一路下來 是非常重視這件事的 廣東有個俗語都說 喂 你再給我拆你池塘啊 當然拆池塘是指攻擊男性的某個重要部位 就叫做拆池塘 即是表示絕理子孫 有個觀眾說得對 拆池塘是指絕孫的 其實它是這樣的意思 在風水學上面 就是說 第一 你拆池塘沒有靠山 沒有靠山 自然人叮單薄 很奇怪的 你看起來好像這樣而已 怎麼知道 但是沒有了就沒有了 沒有了 就是我們叫做沒有一條根 沒有一條根 沒有一條牆 那就麻煩一點 報社哥 鄉義國就每一年的車公彈 就去求籤 香港人求籤 如果你說的祠堂就是關注鄉義國那個地方的龍脈 其實他們香港整體的龍脈有什麼影響的? 不是龍脈 龍脈不是這個意思的 是香港的風水 整個香港的風水 跟龍脈不同的 龍脈就是 我一般講的陰詐 結月的地方 或者洋人的龍脈的話 就是藏風聚氣的地方 其實這些地方不多的 不容易找的 香港的局就叫做回龍故祖 因為香港的祖龍就是在大墓山 分支了九條龍下來 有九道氣下來 所以叫做九龍 那有道氣 最旺的道氣就去了太平山 而太平山很奇怪的 他不是出海 就回頭看回大墓山 所以這個局叫回龍故祖 所以為什麼太平山 住得到太平山 看到大墓山那些 基本上都是富豪呢? 這個就是風水地雲了 這個就是風水不是龍脈 就是龍氣走的路上是這樣走的 你說鄉義國如果拆了祠堂 你剛才說的問題 我覺得挺好的 他還有什麼資格 代表香港人和車公求簽 況且有幾年之前怎麼求得 好的不靈醜的 是不是? 你發哥 發叔在這裡 就叫做得高望重 那現在這個二世祖來的 你講句話都 不清不楚 就是劉業強很大很大的問題 我真的挺建議劉先生 他快快去找一些言語治療師 就是學一下說話 劉業強你留心看看 他口不動 就是拿著他拿著他 凡是這些人在上學上面 語意不清的人頭腦不靈 就是你很清晰地告訴他們 你的腦想什麼 好像《小學歌》那些人 口若懸吼 滔滔不絕 就是意識很清楚 這些人是不要隨便欺負的 這些人是精靈過人才會這樣 就是如果你說劉業強 那些說話不清不楚的人 是難成大器的 你看看今天全世界的領導人 很少可以說話吐吐吐吐吐吐吐 不會 他的首要條件是 你想什麼 你交代什麼任務給下面去執行 你要清晰表達 今天我要怎樣 今天我要怎樣 我什麼時候要完成 我目的在哪裡 對不對 清清楚楚 而劉業強很明顯是沒得 沒得 今天我看電視看他的訪問說 所以為什麼在鄉議局裡面 很多鄉紳私底下說 為什麼我剛才說這個是二世祖 不是四哥哥安給他的 阿批哥不是我說的 是你幫手足 你幫鄉紳私底下跟我說的 二世祖扶不起的阿批 他就是這樣的形容詞 形容了劉業強 就是 祝君好運 我們什麼時候都是 講回這裡講一講大陸的話題 社哥知道現在大陸的什麼都不定 信託又不定 樓市又不定 金融又不定 最深的那單 除了逼具員恆大爆煲 不知道那個債務還不還得到之外 但是呢 那個中傭 中傭是國務院下下那個 也都 也都開始爆 所以現在都 所以 這個怎麼說呢 又衍生到中國大陸那個 大學生 青年人數失業錄 原本說百分之二十的 誰知道有教授爆百分之五十 現在最深的資深新聞爆 百分之八十的年輕人失業 所以說大陸那邊的 角色交給你幫我們解讀一下 這個現在正在開的就是那個所謂北戴河會議 那一看北戴河會議 北戴河很出名 就是偉大主席 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 在五十年代 有一首詞 浪桃沙 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 知向誰邊 往事月千年 毅武揮邊 東林揭石有為邊 消失秋風金有時 換了人間 那是不是換了人間呢 我們就真的不敢說 就是現在我們今上當王啊 春秋正龍啊 這次北戴河有幾樣東西值得去留意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不太好意 大家知道 華北水災 是極少有的 因為呢 我在這個節目 我記得我之前講過 理論上是一個天然的宿水池 就是白陽町 白陽甸 Sorry 白陽甸 就是北京呢 什麼海澱 白陽甸 那些是低瓦的地方 其實一直 古往今來 就是古人的建築 中國人是不是蠢呢 不是蠢的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中國人和中共人是兩回事 我們的祖宗 本來是一個很活潑的思想 很開拓的那些民族 敬天偉祖 崇尚道德 尊重鬼神 尊重宗教 文化很圈爛的一個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本來就是一個 但是呢 現在當然有些變化了 在新時代之下 白陽甸本來是一個天然的宿水池 這兩天的專家已經講出白陽甸呢 我在海外有一篇報道說 白陽甸本來的速水量 是數以百萬噸方米的 數以百萬計 基本上 這次這場特別的天災大雨 這個是大雨是天災來的 是很少有這麼大雨 就是下了兩千毫米 就是下了兩年的雨 其實嚴格來說 白陽甸是可以安裝的 但是為什麼它不忍去白陽甸呢 因為白陽甸旁邊的 它叫洪安新區 是今常特別點名的 這個是一個未來的瓦首都 結果為了保洪安 就浸了鐵郡 浸了霸州 很慘烈啊 就是剛剛我說的 一片汪洋都不見 知向誰邊 就是 你說是天災 是天災 但是 之後的 你洩洪 洩下去獨棍那些 是天災還是日 我覺得真的 每個人心裡應該是一尺 好了 這個特別在哪裏呢 這次北戴河會議 50年代 毛澤東在那裏呢 就一言北京熱 就二個北戴河那個開會 就涼快點啦 如果大家去過北戴河在哪裏呢 就是那裏 就是出遼寧一出 就快去山 去到山海關 但是那裏就叫做北戴河 一大 巡浪島啊北戴河 再一個就是山海關 就是那裏 一出就是遼寧省 就是到邊界那裏 那當然是涼一點點 有海風 舒服一點 毛澤東喜歡游泳 九月九日的北戴河會議 就變成一個什麼呢 就是中共高幹 就每年在那裏度假 就串門子開會 就大家互吹 吹噓一下 當年我們打敗國民黨國軍的時候 我們啊 真是怎樣怎樣怎樣 哎呀 真是我們 我拿著兩把賽刀啊 就砍死多少個國軍啊 怎樣怎樣怎樣 真是說啊 真是好像抗日神劇這樣說啊 我拿著手榴彈 就把對方的坦克車 幾架坦克車炸到散了 就是他們一個吹水會 基本上的事情 好了 一路到了胡錦濤 溫家寶年代呢 鄧小平 那時候還是開北戴河會議的 因為他幾個老人家呢 就叫做所謂的八老乾淨 就是給點意見 就不要再犯了 文革的複設 我們都是提意見的 你可以不執行的 你試一下 就是那個 就是 就是 基本上有些類似雖年正正的 所以江澤民也好 胡錦濤也好 其實是很不喜歡開北戴河會議 你可想而知的 你做到中共的總書 中共的總書記 每一年呢 就要聽那些老人家 幾個人去參乎住的人 聽了一個老人家去訓話 他快要氣藥油絲 快要叮得 聞到冠材香 你還要聽他 你還要裝公公敬敬 敬佬尊嚴 聽他說話 那真是很無忍的 你換了任何人去做那個位置 那我們習書記就 這次 這老人家不要去了 尤其是前期 這個COVID-19 危險取消了北戴河會 那今年呢 搞回 但是奇怪的是 這次北戴河會議呢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所有的老人家都沒有去 沒有去 北戴河會議一向是那些老人家 抗日神劇放屁吹水會 再加指著總書記指指怎樣怎樣 你應該怎樣 你應該怎樣 老人家更是喜歡這樣 想當年我不是這樣說 我們共產黨就不會有這個江山 一定不會有這個 這次老人家不去 尤其是團派全部沒有去 我不敢說杯葛 聽說團派 朱鎔基不是團派 但是胡錦濤又聽說身體出現嚴重的事 很多團派人不去 團派人不去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喂 北戴河會談些什麼 國家機密的事情 不關我事 我沒有在現場 如果你一旦好像美國人那樣 一時不小心 在人家那些空骨頭下 又洩露了 一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與我無關 就是這種 有一句 香港人海關關長 那個曾國衛老婆那個 那個女人 冷什麼 說個句話 軟對抗了 老人家本身已經軟了 他現在明明明是軟對抗 我不去開了 如果我來才不是給意見 就是聽你老閘廣講話 我開來幹什麼 老人家可能是這樣想的 不開了 一不開那個會議 改了形式 蔡奇很厲害的 這個大內總管 這個基本上現在叫做東廠秉筆太監兼長印太監 不要緊 兩人家不來 我們就請專家來 跟我們高級幹部去授課 講一些經濟問題 當前今天的經濟問題就講一大論了 今天當時的國際關係 我們怎樣跟美國 怎樣去東升西降 進一步落實鬥爭之類的 好了 這次一班老人家沒有去到 尤其是屯屁也沒有去到 我就覺得屯屁可能是社禍 不關我什麼事 四個大字 繼正現在華北和東北發大水災 現在東北的水災浸得很厲害 五常米沒得吃 極有可能影響那個糧價 年尾的糧價 很多穀物成熟了 剛剛又浸了 這些麥一發了牙就不能吃了 變縮的 真的很容易發酵的 水浸過的話基本上不行的 因為它還沒退學的嘛 剛剛收割的嘛 即是在立秋前就收割了 後來一個多月左右 又開始再中第二層 那麼現在 好了 浸了沒有了 大家看到華北和東北大水 理論上 北斗大家最初會議 你阿斬現在全權負責的 那你是不是應該對應的方式 現在華北大災 你是不是應該聊一下 可以怎樣去震災 災民怎樣去處理 是不是應該要討論這些什麼問題 結果現在出來的消息呢 又沒有 完全沒有討論過這個華北東北大水 因為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討論呢 因為這個是六百年一遇的大水 這個是天災 我們無需要討論 這個不好說的 大家望明其妙 又奇怪的是 現在有些藝人開始捐錢 但是捐的錢就非常少 就好像那些什麼鄧超豪出名 好像捐得了十萬幾 十萬八萬 很少的 就是李澤佳捐兩千萬就被人罵了 這些什麼大卡演員 簽一張陰陽合約 分分鐘幾千萬 那他捐十幾天 人還得最多的好像捐三十萬左右 但是沒有討論 那就覺得非常奇怪了 好了 你不討論這個水災 這個六百年一遇 那就算了 喂 這樣現在中國房貸爆煲出現問題 就快要爆煲 現在擺明 碧桂園爆硬的 恆大已經爆了了 你國家不讓它破產 但是其實事實上它已經破產了 它現在欠人家兩三萬億 幾萬億 恆大 但是你現在的資產值得幾百億 就是你完全沒有怎樣去面對呢 但是接下來 碧桂園爆硬的又是 因為你看到一個動作資了 就是幾天前 現在是楊彥平的 就把碧桂園的老百中國首付 把幾百億調入一個慈善基金那裡 萬一破產的時候 就不用充公這件事 不用被凍結 他做得這步動作 那下一步就肯定是屁障了 不用想了 碧桂園都見了 是不是 面對這樣的情況 你有什麼辦法呢 你不可以站在那裡說 我不讓他破產就沒事了 不是呀 碧桂園的影響是絕對比恆大的 因為恆大就在北大廣深一大城市那裡搞 而碧桂園就在二三線的城市那裡搞 二三線城市 你在銀行做孔頂那些 全部它那些錢都是當地那些老百姓 基層的老百姓那些血汗注足錢的 萬一碧桂園撇帳的話 首當其衝是什麼 銀行 對吧 你沒有錢還的 不是沒有錢還給我的 是沒有錢還給銀行的 因為他是和當地的地方銀行 借錢來起樓的嘛 去那間公司破產的 銀行就追不回那條數 追不回那條數 那怎麼辦呢 那就用全戶的錢填 銀行 銀行的錢是全戶的錢來的嘛 不是郭嘉爺的錢來的嘛 那這樣的情況 萬一未來很快就看到了 不過是出現什麼大問題呢 大問題的 是不是一個社會動亂之源 那你是不是應該有一定的對策 是壓止這些情況發生呢 大家又看不到的 現在完全看不到的 那這個北塔人會議談過什麼呢 不奇妙 反而在台灣的媒體有一條消息傳出來 但我認為未必是真的 他說這個北塔人會議呢 水災沒有談 經濟沒有談 這個現在 案泰風暴呢 沒談 那談什麼呀 真是閒外加上我們昨晚吃什麼 昨晚吃油門筍 油門筍哪好吃呀 天口那麼輕 不如吃四川那一隻 泡椒筍吧 正點呀 不是談這些嘛 是不是 即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聽台灣的傳媒呢 他說 原來北塔人會議 我們偉大的習主席呢 承諾 向廣大的黨員承諾 即是有出席者承諾 還有一些沿路 恢復國家主席呀 阿魯澤民 我們任完2027年終結前呢 台灣問題呢 我們會給一個妥當的交代給各位 嘩 你想怎樣交代呢 即是說打的了 好了 一說到打 大家馬上精神了 說要上戰場的 不是生就是死 不是你 就是我回不了家 因為一邊一個 好了 那你打哪裏呢 沒理由打印度的 摩托叉越來越多人 菲律賓 蛇哥 你經常講 菲律賓現在跟中國有些劍霸老張 這是 菲律賓應該看通了一件事 一會兒我再講 他現在去矛頭呢 習近平在這裏聽文 聽台湾傳媒說 矛頭指向台灣 台灣你打到哪裏呢 他會打東沙島啊 或者打這個太平島啊 容易下手嘛 好了 但問題是你打東沙 打太平 你這樣 你這樣 你打一個島和攻擊台灣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美國一定會介入 你用戰爭去解決問題是不行的 這個二戰只有一個規矩 好了 那你打哪裏 而是美國未必會介入 而是容易成功的呢 就是金門馬祖 因為美台聯防條約呢 就講明不補金門馬祖的 只是補澎湖和台灣的 所以這件事呢 我一聽 咦 喂 挺過癮啊 只是聽說一下這個傳言而已 據那個報道說 但是我經常強調 如果你認為他會打金門馬祖 我就測了測了 在這個戰術上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共軍真的幾個小時內 可以解決金門馬祖 絕對可以 絕對沒有問題 而台灣唯一 台灣的軍隊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投降 或者盡快撤離 唯一能夠做的 如果共軍一旦打金門馬祖的話 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撤退 你不可能打到 因為你要補金門馬祖 和大陸直接打台灣呢 是同一個難度來的 沒有分別的 完全沒有分別 你台灣軍隊唯一要做的就是錢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你一旦打金門馬祖 是 你對國內的小粉紅 我不是 不想統一 意識不堅強 他們屬於中華民國 所謂中華民國的土地 我就拿回來了 問題就是 如果你一旦打金門馬祖 那幫台獨分子 可以馬上宣佈台灣獨立 因為美國說明的 我不保金馬 但是美國說明 台灣和澎湖那裡 我們會看著 萬一美國都默許 現在跟著那個所謂 台獨工作者賴清德 現在是 真是 屁股存了一半 你這個位那裡 你打得我金門又好 那我乘機宣佈台灣獨立 那你怎樣呢 那你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立刻要打台灣 是局打的 剛剛啊 糟了 一打台灣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安倍鑽心到岸田文雄 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日本會介入 歐美也會介入 歐洲也會介入 尤其是美國一定會介入 你看看 剛才認回 Lucy曾經說的那句 菲律賓 有沒有發覺 菲律賓這一頭半個月 尤其是這幾天 翅膀硬了 說話口響了 牙拆了 這些什麼賓仔 為什麼牙拆了 不是牙拆了 不是狐狸 狐狸 因為後面有一隻老虎 咦 這個島是我 你 You Get out 就是那隻 我們那隻爛船 我們是要 軍事目的來的 我們現在 菲律賓最新說的 打算空頭的紅毛泥下去 證明我們要維修回 這個 林愛招 林愛招和大陸控制著 美制招 很近 非常近 大陸叫他們 這個規範南韓說你要走 但問題就是在2016年 國際法仲裁庭判了菲律賓勝訴 是吧 所以說 菲律賓也是搞事了 胡假虎威了 如果我叫你快去去去去去 亦都有一段新聞 很老實講 我一直跟著80年代 我們那些相片看 所謂美制招 就是真的水一漲的時候 就是站著三個解放軍在那裡 就是浸到上來膝頭 就站在那裡防守著 是這樣 但是現在已經海軍基地這麼大了 填了 噴沙這樣 就是圍海造地 就是在南海造了三個軍事基地出來 就歸三沙使館 就是海南島的三沙使館 當然你對其他國家 印尼、菲律賓 是很大的刺激 尤其是菲律賓 距離巴勒汪非常近 當地巴勒汪的漁民 使用近那個美制招呼 想著從事了漁業的工作 都被他們的海軍船趕 海軍船其實是中共的第二海軍 所以現在這樣的局勢 就是你還能不能硬呢 菲律賓又搞你 菲律賓一搞你 就變成巴士海峽 你不用指望出海 而美軍和菲律賓這一年來 搞定了十幾個海軍基地 十幾個基地 海軍和空軍都有 就在菲律賓北面 就是近巴斯海峽的 那裡已經有四個 就是你 我當然希望國家強大 不知道 稱霸世界 就是每一個中國人的願望 就是我們當然 在直覺上面 主觀上面 希望一顆子彈 打沉那隻航母艦 我們真的很想 我們真的很想 就是當然有夢 就是最後 希望相隨 就是 化下夢 挺開心的 是不是呢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你是不是一個 適合去發動一場台海戰爭 來所謂的轉移國內的壓力呢 但是你轉不轉移到呢 問題就是 你一場戰爭是打響了 但是那個壓力 那個問題 是不是還會馬上消失呢 一打 本來銀行擠堤 銀行破產 因為碧桑人破產 我真的在這個地方 銀行一千 一而之間沒有了 我半生的積蓄 一而之間沒有了 主席說 我們打台灣了 我們成功統一了 馬上說 我的錢都不要 因為我們國家統一了 會不會這樣呢 在電影啊 在那些戲劇啊 影視作品裡面 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我相信現實裡面 都會有的 就是 畢竟是中國人嘛 是不是 就是 有不少這些 所謂的歷史上面 所謂的大頭症 那OK的 發了這些春夢 可以連自己半生的積蓄 都可以放棄去追討 就是 他是開心幾個小時而已 他開心完之後 他老婆拍一下 小朋友 現在 我們儲了半世錢 那些錢沒有了 你猜他還會不會這麼開心 這麼做藥呢 我看就未必 是不是 不驚的現實 所以 你說 就是我經常駁斥 一些人的說法 發動一場戰爭 可以轉移 轉移的過來壓力 壓力是不會轉移到的 問題永遠在這裡 你只是轉移了視線 就好像前蘇聯的經濟 倒下來 突然發動一場 大家想不到阿富汗戰爭 結果 朝頭爛爛 他那個經濟問題 始終沒有解決的 結果 到了90年代 1992年 現實經濟解決了前蘇聯 這件事 會不會發生在中國身上呢 我們不知道 我沒有水晶球 我沒有火箭 我和阿富汗師傅 都是不斷提醒大家 現在流抽了 黑肚開始走到青龍月亮 就會有變的 這個勢局 再過多幾年了 久之 久之離火運紅陽傑 炳五丁未有紅陽傑 今個月月尾 又出現藍月亮 很多奇特的現象會出現 在這個時候 我們幾時說 做了一些好事 做阿富 唯一可以這樣做 就是 來日會是怎樣 大家都未知 大家未知 歷史上很有趣 中國歷史的發展 往往是一件瑣碎的小事 叮咚一嘆氣 很多塊小的骨牌 骨牌 骨牌越推越大越推越大 會變化很大的 不奇的 中國歷史上 永遠都有這樣發展 這幾千年來 就是 OK的 就得了 我們國雲槍龍 社哥 還有沒有補充呢? 不過我自己關注你說大陸那個投資、消費、生產、信胎 樓市、金融全部爆 十二路要爆 你說骨牌 它現在不是叫骨牌炒了大集會這樣 它不是 魯Sir這個問題就不是說 它不是說 應該怎麼說 就是我是覺得奇怪的 你這麼難得 你開個北戴河會議 在其他國家就會有所謂的腦震盪 bramstorming 就是腦激盪 大家提出一些意見 現在的局可以怎麼去解決 不是 聽現在出來的報導就說 完全 我們偉大習大大 聽說強調東升西降 指點江山激陽文治 書生意氣 揮斥荒柔 那種什麼意氣 還是很風發 就是已經有華北水族已經有 你錢所說的金融系統的連環爆 連環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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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就在爆 要爆的壁櫃園 就是壁櫃園的影響呢 就一定比恆大的 我在那裡預先說 因為香港人有不少買了壁櫃園的 有不少 因為便宜嘛 因為它的銷售策略就是這樣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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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因就是我告訴你 真是只有一個 所以我經常看香港人 是內地有很多很盲目的小粉紅 但是不等於全部都是小粉紅 他們很多都是受害者 他們更多只要肯主動跟外面接觸了那些 他們不是不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如果沒有辦法可以解釋到白紙運動 為什麼平地一聲淚 白紙運動不只是在北京發生的 是全國 為什麼會這樣 我應該大家去思考一些問題 不要因為在英國倫敦那條什麼貧民區 BREAK NINES的紅磚牆 桃瓦區那裡 有幾條小子 有幾條粉紅的 做出來就游了去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這些所謂的行為藝術 一些都不是藝術 這個不好意思 他說即使是讀藝術畢業的 我吐一句當年拿鷹 楊坤 汪峰那些人去批 高爾松批刀朗那句說話 這些談不上什麼藝術 這些真是對 談不上什麼藝術 刀朗當然談得上藝術 刀朗的歌 有井水的地方都聽到刀朗的歌講完 有青草的地方都可以聽到刀朗的歌 有夜種的地方都聽到刀朗衝動的懲罰 對嗎?對嗎?就是 你去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人人都知道 現在你可以明顯看到 已經不是六十年代文革 很多人將今天的情況推當日的文革這樣 是 很明顯 現在中央是很想走回文革這樣去 嚴格封控 嚴格控制 最好你不要接觸外面 聽我來講 真是將中國走向朝鮮化 但是經歷過幾十年的對外開放 中國人真是爭了邊緣 真是沒有尾射的 他們有很多辦法可以接觸外面 一接觸外面知道事實的話 他們會怎樣做 就是很多變化的 首先呢 就不要一枝竹打完整個船 不要一聽到 你這個大劣人 你們一定是小粉紅 不要用這種方法 因為這種方法是對於事無補 我挺建議大家多點溝通 給多點耐性 給多點耐性 你會看到的 其實一場什麼白紙運動 就是你現在講起幾個月前 突然間發生 一發生 結果是怎樣 去年年尾 最大的衝擊是什麼呢 親自指揮親自督導的 封城動態清零政策 一夜之間180度馬上開 哇 馬上全開 那你說 群眾的反抗有沒有影響 那你說呢 那當然有影響 是不是 不過我是不是很明白 那幾個爛鬼書生 另一張紙出來 我們有偉大人民解放軍 最初我以為應該 出坦克車轟炸機 炸他們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對不對 他就馬上說 哎 學生的訴求 哎 這幾年是瘋得太嚴的 連買菜都不行 再加上中低一階層的幹部 又成些團職居期 令到百姓苦不堪言 是不是很對的 哎呀 馬上開放了 這個就是一人體制的問題 劍及著理及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的制度優越 說開放就馬上開放 外國政府當然不行 又要過國會 總統頒布命令 才按部就班 怎樣開怎樣去應對 你制定得來人都死了 那我們就不同了 我們一人優先制度優越 哎 明天開放就馬上開放 頭也不回就馬上開放 幾好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人體制的好處 當然又不好處的 那你免得說 對不對 那你揭到兩本歷史書 你就知道一人體制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那現在你看一下 那個北投學 那麼重要的北投學會議 一人體制的好處 是不是全部坐定定 好像小學生那樣 哎 坐在那 阿sir教你來 有幾好的 人惡人 人欺天不欺 剛剛新華書局 發佈完這個什麼 習近平領導之下 新時代自水方略 馬上河北就馬上有個實驗場 給你去試 跟著東北又有個實驗場 咦 馬上拿 我不明白為什麼記者不拍張照 立刻揭開 新時代習近平自水方略 跟著他這樣做嗎 這些幹部你做什麼的 有現成功課不懂抄 不可以啊 真是 真是 我想是會秋後選獎的 你不要說 嗯 真是不知道秋後選獎是誰呢 人民日報又刊登文章 真是有些說是 不知道是不是在罵習近平 就是罵什麼關鍵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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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習近平 我覺得是在讚習近平 高度肯定習近平同志 對的 人民日報肯定是為人民的 是不是啊 講這些什麼 一定 怎麼會跟中央對著說這些 都想到了 不要亂想 大家看人民日報就對了 真的 尤其是最近這兩篇文章 哇 真是震龍法會 所以這個呢 真的我覺得呢 應該編入這個 香港的學生教材 挺好的 真是 海外呢 那些人呢 用一個別有用心的角度 去這樣挑撥人民內部的矛盾 不好的 不對的 我們全中國人都會找我們習主席的